请问上师 我观察自己发现一个现象 所谓的现实生活中 我的周边有父母 妻儿 朋友 同事等等很多熟悉的人 但是在我自己的梦里 很少能看见他们 基本上是自己一人和一些感觉 不是相识的模糊人像 这是否意味着 所谓现实生活中 这些熟悉的人的出现 是为了巩固所谓我的存在 是我执意识的体现 而梦境就是 就是死后中阴境界的体现 因为熟悉的人们 特别是亲人们 是无法陪同我们 走向中阴境界的 这个不一定 这个比如说人做梦的时候 有些人做梦呢 梦里面看到的 基本上都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人 去过的地方 然后呢 有些人呢 就是基本上 就是刚才这位师兄讲的 他梦到的这些 都不是自己熟悉的人 去过的地方 都是从来没有熟悉 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这样子的人啊 还有地方啊 那么这两个是 是什么呢 就是梦里面梦到的 都是自己看到过的 这个意外就不太梦到 这个不熟悉的 这个比较少的这种呢 是这个梦的 稀奇啊 不太不太重啊 所以如果是 修梦瑜伽的话 这个断掉这个梦 是比较容易的啊 然后呢 梦里面看到的 都是从来没有去过的 这些地方啊 周边的生活当中的这些 基本上梦不到的这些呢 他梦到的都是一些一些一些 他的这个 让他梦到这个东西的 这个稀奇啊 都是很早很早以前的 这个储存下来的稀奇 这种稀奇呢 稀奇呢 基本上就覆盖了 现在的这些稀奇 所以这个就是 稀奇比较重啊 所以呢 修梦瑜伽的时候 要断掉啊 有点难啊 就是这样子 这是可以说这个 一个是 就是稀奇比较重啊 另外一个 经常就是梦到现实当中 就延迁的这些 那就是说 除了现在的意外 就没有太多的 过去的这个稀奇啊 那这个是比较轻啊 可以这么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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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